只能到处流浪乞讨了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各位三知识 天台式教育 现在讲原教 是第四 那么藏通边缘话法式教 那么前三教讲完了 现在开始讲原教 这个科判 一样的混三段 第一是标 第二是第三节 标就是标出原教的名目 次名原教者 这一句就是标 这里所谓原教 因为前面别教说完了 其次说原教 什么叫做原理 下文字有解释 现在先简单说一说 原以不偏为一 不会偏 原处处周到 原以不偏为一 它的意义就是不会偏一任何一边 而这个原教里面所讲的理论呢 是最高的境界 顺利最彻底 断或最究竟 所正最高点 那么就是所有的佛法里面呢 原教才说的最究竟最彻底的教法 当然他的理论是超出一般 这个我们所能想象的 不是我们能够想得到的 有许多呀 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所以古的解释说 这个原教所说的道理呀 是说明这个不可以心思 不可以口意的 这个地缘六度等等诸法 所以他在四地里面 是说的无作是地 不假造作 本来如是 当体之真 所以在原教里面讲这个四地呀 苦地 他说 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 一切诸法当体就是真如 无苦可舍 苦不可等 因为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 等一切诸法 这四间三界六道里面 所有的果报上的一切诸法 当体就是真如 没有苦可以舍的 苦不可等 那么这个境界啊 他就是直接看到经题 不说外相 如今作弃 弃弃皆经啊 例如说用这个纯经啊 去做十法界 一正二报一切万物 那么他不说外面的差别像 哦 这个经虽然是经啊 可是他的外相是人 是菩萨 是佛 或者是下之地狱恶鬼出生 乃至一切种种的差别像 他不看这些 只看当体之经 那么这就所谓 无苦可舍 当体就是真如啊 翠洲黄化 无辉薄热 青青翠洲啊 虽是菩提 因为他以这种境界 直接看到他的诸法的离题 当体就是真如自信 当体就是诸法实相 并没有那些苦报 苦的意义可以说明的 无苦可舍 那么这是原教的无作苦地 自如己地嘛 己地就是烦恼 造业 可是他也是直接看到他的本源 烦恼即菩提 无名成劳 当体就是菩提 既然无名成劳 当体就是菩提 那也就没有烦恼可断 烦恼也不可断 无名当体就是菩提 烦恼不可断 无极可断 没有极可以断的 没有烦恼可断 那么业也不可断 那么这是直接看到诸法的本体 那么至于到底 在原教的看法 边邪皆忠正 无道可修 边是边见 邪是邪见 无论是边是邪 当体就是忠地 就是真法 边邪皆忠正 无道可修 道也不可断 修而无修 无修而修 这是原教的道地 他无所谓什么忠 边 正 邪 这些名乡啊 都是假的 他直接看到诸法的体性 所以说无道可修 那么灭地嘛 生死即涅槃 无灭可振 生死当地就是涅槃 离开生死没有涅槃 因为有生死才说有涅槃 因为有众生才说有佛 众生不可得 佛也不可得 因此 无灭可振 这是原教的灭地 这种理论呢 都是超出三界外的 圣人的境界 不是我们六道凡夫 所能想象的 我们只能两性 深深的相信 佛说的法 必定有他的特殊的境界 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 所以叫做不可思议 十二因缘 也是不可思议的 不生不灭十二因缘 流转门也不可得 反面门也不可得 流转反面 当体就是诸法实相 所以十二因缘 也是不生不灭 也是不可思议 那么他所说的 无论是三地 说三地原容 三观一心中德 无论事项理性 当下俱足 是即理而理之事 理事不义不二 他不离别 不是有接见 不是有见识 那么他只是 这种教理 只能教法 这个罪上根人 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 只是为这个 罪上圣者说 普通大圣根性 还不能接受 是罪上的大圣根性 也就是所谓一佛圣 才能接受这个教法 所以这就是所谓原教 那么原教菩萨 这个原教的根性的菩萨 他在四地当中 以界外的灭地为入道的出门 别教是以界外的道地为入道的出门 所以他有见识 而原教他是以超出三界外的灭地为他修道的出门 所以当体啊 生死即涅槃 烦恼即菩提 这是至高的境界 不是我们所能体悟 那么我们只能知道 有这么一回事 有这个道理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 在我们凡福里 烦恼就是烦恼 菩提归菩提 不能相机 生死就是生死 涅槃就是涅槃 也不能相通 那么这是凡夫的境界 上面所说的都是原教佛的境界 那么这就是标 先标出原教的名目 四名原教者 下面是解释 解释的时候啊 解释分两段 第一 是明一 第二 明位次 先解释原教的名项 它里面所含的意义 叫做四名一 然后说明原教的修正位次 它叫做明位次 现在就先讲第一 四名一 解释原教的名目意义 有两段 第一 是原一 第二 明功用 先显示原教的这个名项上的意义 所以下面就是先列出这个名项来 原 这个原教的原的意义啊 原名原庙 原满 原祖 原顿 故名原教爷 这一行文字啊 就是 解释这个名义 说明它的这个原的名 名字的 内含的意义 就是越这个原庙 原满 原竹 原顿 四种意义啊 来解释这个原教的意义 第一这个原 就是原庙 就是原庙 原教所说之理啊 最为伟庙 原庙 怎么叫做原庙呢 三地原庸 不可思议 所以叫做原庙 真地 俗地 中地 这个三地之理啊 彼此原庙 真中 具备 俗地 中地 俗地中 同时具足 真地 中地 中地中 同时具足 真俗二地 三地原庙 这种境界 不是我们所能了解 是佛的境界 不可思议 所以不可思议 就是庙 智泽大师解释这个妙法连法经 他解释那个妙法的妙子 妙名不可思议 什么叫做妙啊 妙就是不可思议 这个唯妙啊 就是不可以心思 不可以口意 这种的境界 才叫做妙 那么这是用妙 来解释那个原意 这叫做原庙 其次说到圆满 什么叫做圆满呢 三亿相继 无有缺减 三亿相继 无有缺减 所以叫做圆满 说离最圆满 这个圆呢 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说大 它大到 没有这个大之外的东西 因为这个大 就是交变的 无处不变 最圆满的 所以 它说离 谁举一发 就举三发 比如说 说三地 就是一地举三发 三地彼此互相远勇 说三观 一空一皆空 甲中皆空 说甲观 一甲一起甲 空中皆甲 说中观 一中一皆中 空甲皆中 所以凡是说离 都是三一相机 互相远勇 那么 谁举一发 就举一切发 所以华言经说 一中解无量 无量中解一 那么一切发 当下具足 没有一点点缺少的 这就叫做圆满 那么也就是显示 这个原教里面的说离 最彻底 最究竟 最圆满 没有比他更殊胜 更超生的了 所以叫做圆满 其次用圆足 来解释那个原因 什么叫做圆足 圆见四离 一念具足 天台讲这个 一念三千 就在我们当下一念心中 具足十法界 每一个法界都 又具足十法界 那么就是成为一百个法界 每一个法界里面 有十个如是 就是法法经 那么里面所说的 相信 毗利作 因缘 果报 本末就近等 那么如是相 如是信 一直到如是 本末就近等 这十法 叫做十如是 每一法界有十如是 一百个法界 就是一千个如是 这一千个如是 再配合 五运 跟众生 国土 每一法 具一千法 那么就是所谓 三千信像 一念当下 具足这个三千信像 理具四照 两重三千 一念具足 这个叫做圆足 这个道理 必定要 彻底了解 这个所谓一念三千之一 才能明白这个原因 就是圆足 圆满 具足 无论是四项 理心 都是同时具足三千的意义 理具 理本来具足三千 四项上的表现 四项当体也是三千 理具四照 两重三千 一念具足 这个叫做圆足 其次用圆顿来解释 就是说他所修正 所断 所正 都是顿超的 什么叫做圆顿呢 体非建成 他所正的离体 不是建制成就的 当下就是 他的教体本来就是圆庸的 本来周边的 这就是圆意 他的离体本来就是如此 不是建制而成的 非建制成 所以就说顿 那么所谓顿呢 他的结位 一切一切 一切之一 他的断烦恼 一断一切断 一斧一切斧 所以这些道理 就是显示他圆顿 不是按照次第 没有建制的 那么这个仁确经里面说的 出地即位吧 无所有何次 出地当下就是八地 那么八地当下也具备出出地 那么没有什么次第不次第 这是圆教的顿意 这些道理 我们只能呢 凭这个文字上 知道有这么这些离而已 那么要体会啊 没有相当的功夫 是不容易的 他的顿超 不落见识 因即果而 果即因 因果不二 这种的境界 那就是圆顿 上面所讲的就是 是圆意 说明他圆教的意义啊 是韩示这些道理 其次 说明他的功用 明功用 正文里面 正文里面所说的 所谓圆福 圆性 圆断 圆形 圆味 圆自在庄严 圆建立众生 这就是显示这个圆教的功用 圆教的道理的功用呢 他具备这些道理 所谓 指下文来解释上文 什么叫做圆福 圆福五助烦恼 圆教的修正 他能福祸的时候啊 同时顿福 五助就是四助 再加五名助地 见或五一助 四或分三 绿色五色分三 那么就是四助了 再加根本五名 五名助地就是五助 这五助烦恼 同时顿福 修圆教的根性 他顿时能够把这五助烦恼 同时压福住 不使他升级现行 圆福五助 就是圆福 福啊 就是福祸 把烦恼种子的作用啊 把它压伏住 使他不能升级现行 好像石头压草的根 情况一样 那么他能顿时圆福 五助烦恼 不像前面的别教啊 他要赤地来 那么一步一步 见或失或慢慢的断福 他这里是顿时 福且烦恼 圆性 就是彻底 正信到这个诸法的常礼 圆常正信 常助之礼呀 一法聚一宪法 那么随举一法 法法聚足 那么这种的道理 他当下能够彻底深信 所以叫做圆性 就是所有的教理 无论多广大 多深 多长 多圆 他同时顿时能够彻底信入 这就所谓圆性 圆断 指他断烦恼的时候 一断一切断 所有的烦恼顿时而断 所以叫做圆断 断一烦恼顿时断所有的烦恼 圆断 圆行 论他修行的时候 一行一切行 随修一行啊 诸行一足 所有的修法通通具备 例如说 修一法 一切法去向于这一法 逝去不够 不能超过这个范围 所以叫做圆行 修一行 具备一切行 一行之中 同时顿去一切种种修行法门 圆位 是一位一切位 正到一个位置的时候 所有的位置顿时修足 那么这个叫做 一位一切位就是圆位 论上求佛道方面 上求佛道 圆叫顿时能够圆自在庄烟 自在 就是他不假公庸 能所一如当下具备 一切道理 通通都是顿时具备 所谓以一心三地为所庄严 一心三观为能庄严 以三观正三地 用三观的智慧来求正三地 那么三地就在当下一心中本来具足 三观也是一念心中当下具足 所以一心三地为所庄严的境界 修一心三观为能庄严的 这个地理的智慧 离为所庄严 智为能庄严 一心三地 修一心三观 能庄严这个本有的所有的一切功德 当下具备 就是佛果上的万的庄严 就凭这个一心三地一心三观 同时顿时具足 能庄严 这就是所谓原自在庄严 下化众生 原建立众生 他用四西谈 顿时普遍利益一些众生 他对度众生的方法 就是以这个大制度论里面所说的四西谈 第一就是世界西谈 使众生得到欢喜的利益 第二就是为人西谈 使众生得到身上的利益 第三叫做对治西谈 使众生得到灭恶的利益 第四叫做第一地西谈 第一西谈 第一西谈就是使众生入礼的利益 正礼的利益 西谈呢 西就是通通了 笼罩通通 谈那就是布施 谈那的简称 谈就是布施 西谈简单说通通布施 对于度化众生方面 通通布施 那不是只说那个才是法师登 他这个通通布施 就是使众生断烦恼正补提 最起码 他说法 使众生生欢喜心 这个叫做世界西谈 欢喜的利益 就是按照世间法 使众生生欢喜心 他虽然还不能深入 先说浅的 让他对世间法上能够了解到佛法 那么就是在世间法上求证菩提 明白佛法 那么使他生起欢喜心 这个叫做欢喜的利益 世界西谈 欢喜意 为人西谈 就是身善意 为了众生 要使他身善灭恶 使他身其善法 所以叫为人西谈 身善意 为了众生 要动化他 要使他身其善心 所谓众善奉行 要使众生 众善奉行 那是完全为众生 使他断恶修善的功用 愿修善边 叫做为人西谈 身善意 对治西谈 灭恶意 灭恶的利益 对治 就是还有各种对治方法 例如说 不禁惯来对治贪欲 这个慈悲惯来对治嗔恨 这些对治的方法 目的就是要断除众生的恶法 灭除众生的恶法 所以叫做对治西谈 灭恶意 那么由前入身 使众生能够断恶修善 那么对治西谈 越诸恶目桌方面 方面讲 所以佛法 无论你说多身多高 还是从前做起 第一步啊 还是要使众生 捉摸着 众生奉行 先做到这一点呢 然后慢慢伸入 最后使他入离 所以叫做第一义西谈 入离 用第一义西谈呢 来度化众生 使他去向于诸法的离体 由此正入 这个一心三地之离 所以叫做第一义西谈 入离 第一也就是离 以第一义地之离 来开导众生 使他去向正入于 这个一心三地之离 这就是所谓原建立众生 就建立度化众生的方法 播出这个四西谈 四西谈呢 普遍利益一切众生 这就叫做原建立众生 那么这一段文呢 就是显示原教的功用 显示出原教的功用 原教的教理的功用啊 俘获 顿时俯补助烦恼 论性 彻底深信 圆满常入自离 论断烦恼 顿时一段一切断 论修行 一行一切行 论正位 一位一切位 论上求佛道 以一心三地为所庄严 一心三观为能庄严 那么就是原自在庄严 论像化众生 就是以四西谈普遍利益一切众生 原建立这个一切众生 所以叫做原建立众生 这个道理都是无论在站在哪一方面 哪一个角度来看 原教都是最高的 最圆满的 无法不拒 无法不变的 这就是说它的功用 那么把这一段文对照 那个别教的八种意义 别教开头讲的那个八种意义 它的修行的次第 意义比对起来 就可以知道这个原教的原容 不是但中 这原中 原容中道之理 就是大概如此 我这只是按照这个大意 顺着文字做一个简单解释 不能深入细讲 深入细讲 不容易了解 如果真正要研究这个道理 要自己去下翻功夫 例如说 这都是说在天台三大部 法法悬疑 法法文句 魔法指观 把这三大部的教点 下翻功夫之后 才能体会到 上面所说的这些道理 这个每一个原都要把它解释到 彻底 这是困难的事情 有些道理不是用讲的 说不出来的 说出来的都是方便语 下文就有说到 那么没有办法 不得以用一言文字表达 表达的都不是究竟 文字表达出来的都不是究竟的 这就是所谓示明义 其次 明卫次 说明原教的卫次 这里有两段 第一 总明 第二 别师 先总明 然后别师 总明的证文 看出证文 诸大圣经论 说佛境界 不共三圣位次 总属此教也 这总指 大藏经里面的大圣经 所有大圣教典 无论是经事论 里面凡是说到佛的境界 凡是说到佛的境界 那统统都是原教的理论 而这个一佛圣法呀 不以三圣共有 所以不共三圣 就是生文原觉菩萨 那么这个菩萨 就是指别教以下 前面说过 藏教通教别教都有菩萨 那么这是完全属于原教的 一佛圣法 所以不以三圣共 那么如果说这类道理的 统统都是属于原教 总属原教也 在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所说的法 一代使教当中 除掉这个欧函 欧函使里面 没有选入的原教的道理之外 其他的方等教典 方等菩萨 华言 这些通通都有原教的意义 里面凡是说到 一佛圣的教理 那通通都是原教的意义 这是总明 下面别诗 分别解释这个原因 原教的位置 有两段 第一 依经明威 第二 六级叛威 先月经 这个大圣经里面 所说的原教的位置 说过之后 再总和起来 用六级佛的意义 来判定 判定这个众生 本有佛性 到究竟成佛 所经过的六个阶段 所以叫做六级佛 那么现在就先依经明威 依照经论里面 所说的原教的位置 来加以说明 这里有两段 第一 依诸经通事 第二 举二经别名 先根据所有的大圣经里面 提出几种来说明 说明它里面 所说的原教的这个位置的意义 每一部经 把它载要一部分下来说明 那么下面所列出的经 有法法经 华严经 维摩经 般若经 这些教典 那么说明这个原教 所有的修正位置 意思都是很包含的 不像别教很详细的一个一个列出来的 那么这个依诸经通事里面 不另外再一一分别 因为这个证文里面 它都有标出这个所应的经的明目 先列出这个法法经所说的 看入证文 法法中 开示误入四字 对原教 诸 行 相 地 词 四十位 这段是 引证法法经 法法经里面呢 并没有说明修正位置 这是智泽大师根据方便评里面一开头 说佛 为一大事因缘 出现遗失 这一大事因缘是什么呢 就是要使众生 开佛之间 开示 使众生的这个佛之间 使众生误佛之间 使众生证入佛的之间 所以叫做开示误入佛之之间 这就是佛出现世间的本怀 释迦摩尼佛出现世间 他的用意啊 就是要使众生 开示 误入佛之之间 那么因此智泽大师 就是按照这开示 误入四个字啊 把它配合 这个修正的位置 开 配十足 是 配十行 悟 配十回向 入 配十地 用这个开示 误入四个字来配合 四十个阶位 开 就是十足 开始破无名 初足就破无名 开如来藏 见十项离 所以叫做开 就是 表示这个十足的位置 从初足开始 破无名正法身 是 显示实行为啊 扩张既然断除了 烦恼断除了 这个 佛的知见 已经显现 那么 十方法见 一切功德 同时显示分明 就在行为中啊 一一 表现出来 所以叫做 以实行啊 来配这个事 悟是开悟的悟呢 十回向危 他 把所有的障碍都能去掉 正如自信 使他显现 那么 十方法界 一正法界之理 当下分明 四离原中 啊 那么 到了这种境界 那就叫做 十回向危 就是叫做 无 入是正如 正如 到了十地 已经啊 对这个 四十四十二平五明 快要破金了 所以 可以说的 已经正如 这个将近就近的 这个国地 所以叫做如 如就配合这个十地危 当然这个原要十地 四地原庸 自在无安 啊 那么 任运度化众生 任运上乘佛道 所以入 就配合十地 啊 用这个法法经的 开始误入佛子之间呢 来配合住行向帝 十个 四十个结位 那么 这是平经里面的文字啊 啊 它所有的内涵 把它表达出来 让我有这四十微 这在法法宣译里面呢 有一一详细的说明 法法文具里面 解释到这个 开始误入的时候 都有一细细说明 那么还有其他的道理呀 详细在这个文具里面 在科幻里面呢 就是 几字下 第四 原教 原教有三段 标 标 识 解 解释里面 第一是 识明一 第二 明位次 第二 明位次里面 有两段 第一是 总明 第二 别识 别识里面呢 第一 一 一 经 明位 第二 六 即 判 威 而这一段文就是在 一 经 明位 这一段 就是一 这个大圣经典 里面说明原教位次 有关原教位次的文字 那个证文呢 就在第二十七月的后边呢 经文说 法法中 开 识 误 入 识字 对原教 诸 行 向 地 词四十微 华言云 出发心时 辨诚正觉 所有会生 不由他无 清静妙法圣 沾然认一切 词 明原四十二微 这下去是 引证的维摩经 当时 讲的时候 把这个法 法中 开始 我说 配合 助行向 第四十微 刚刚讲完 就碰到 亭天 那么 华言云以下 引证 华言经 的那段 文字啊 后来因为停电 就没有漏伤 但是 讲到后来 发现了 后文 补充的时候 漏掉 华言经 云 一直到 此名 四十二位 这两行多的 文字啊 没有 补伤 那么 那么 那么后边 补的 文字 是从 维某经 云 以下 说起 所以现在啊 这里就把 华言经 云这一段 文字啊 加以 补充 嗯 经文说 华言经 云 出发性是 变成正觉 所有会生 不由他污 清静妙法 胜然 应一切 这几句话 是出在 华言经 此名 原事实 二位 这是 编著 天台式教义的 地灌法师 加上去的 嗯 那么这个 出发性是 变成正觉 这一段文啊 他所引证的 是属于 东京翻译的 六十华言 因为 智泽大师 在隋朝的时候啊 只有 东京翻译的 就是佛陀 巴陀罗 法师翻译的 这个六十卷的 华言经 平常称它叫做 六十华言 或者是 锦义华言 他所引证的 这一段话 是出在 六十华言 里面的 嗯 但是他的 引证呢 也不是按照 经文完全 嗯 这个 顺着经文的 文字照录 是有些 少少有 变通 嗯 我们现在 书本里面写的 初发性是 变成正觉 所有会生 不由他污 这一段文 是出在 呃 翻译评的最后 就是 十卒讲完之后啊 十卒评的 十卒讲完之后 有 翻译评 初发性功德评 啊 他这是出在 呃 翻译 这个功德说完之后啊 最后 就说 初发性是变成正觉 那么原来的经文 是这样的 初发性是变成正觉 知一切法 真实之性 具足会生 不由他污 这就是 诗教语里面 引证的文字说 初发性是变成正觉 所有会生 不由他污 的来源 初发性是变成正觉 这两句是赵经文 嗯 是赵超的 下面有 知一切法 真实之性 有这一句 呃 他揭露的时候啊 没有这一句 因为他不需要这一句 他只要证明啊 初发性成正觉的意义啊 能够呃 表达出来就行了 所以这个 知一切法 真实之性 这个 这一 八个字啊 他没有把它揭露下来 因为他 这里不 不一定需要用这一段 那么下文你下次讲啊 下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撞龙的金雕 金雕是珍贵的大型猛奇 其体长可达一米以上 身体壮硕 鹰眼锐利 外形漂亮 飞翔和捕猎的本领 也是极强的 鹰子 金雕被人们称之为 天之骄子 金雕真厉害啊 如果能看到真正的金雕 那里根本没有金雕 那里根本没有金雕 那里没有金雕呢 难道你也去过那个动物园 这是我的儿子 他就在天宇动物园工作 而且主要就是负责照顾管理鸟情类 原来是这样啊 你说你们动物园那么出名 为什么不舍得花钱去购买这金雕 进行展出呢 倒不是我们动物园舍不得花钱去购买 而是金雕性格太烈 不愿做人类的俘虏 更不习惯在货车或汽车上颠簸 它们往往在运输途中就夭折了 这么说动物园里是不可能有金雕的 可是我怎么听说你们动物园 曾经养过一只金雕呢 没错 在前年 我们动物园曾经第一次购买一只成年金雕 那只金雕就是由我负责的 可是展览的第一天 就出意外了 喂 金雕 飞一个给我们看看 这就是金雕啊 它好漂亮啊 可是为什么不飞呢 金雕 别傻傻站在那里不动 伸开翅膀让我们看看 铁笼里那只金雕 惊恐地看着周围的游客 突然那只金雕大叫了一声 接着它展翅飞了起来 飞了 它飞起来了 太棒了 这个笼子太小了 它根本就没法飞起来嘛 是啊 金雕一展翅就能飞入云霄 这么小的笼子 那它根本就没法飞嘛 园长 这只金雕的脾气太暴躁了 它这样闹下去的话 是很容易受伤的 它这是初来乍到 不适应那么多人围着自己 别的鸟雕刚来动物园的时候 不也是这样吗 我看过不了多久 等它适应也就好了 那只可怜的金雕 整天在笼子里飞来撞去 最后撞断了翅膀 再也飞不起来了 啊 它真是好可怜啊 难道你们就没给它进行治疗吗 那只金雕性格太烈了 它不但拒绝我们靠近它 而且还拒绝进食 最后绝食而亡了 看来金雕真的就像书里介绍的那样 失去了自由 它宁可去死 你们那时直接购买了一只成年金雕 如果幼年的时候就饲养 或许会好些的 我们园长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在去年 他又购买了一只比较年幼的金雕 园长 你看到了吧 即便是年幼的金雕 也是很难被训养的 这是它们的天性改变不了的 相信我 没有改变不了的动物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它就会慢慢改变的 为了让它适应我们动物园 所以我才将它关在这里 让它慢慢适应 它真的能适应动物园的生活吗 当然了 像狮子老虎那样的猛兽 刚来的时候 不也凶得要命 饿它们几天后就老实了 为了不饿肚子 它们最后还不是乖乖听话 直至适应动物园的生活 所以用食物来驯服它们 是最有效的办法 我相信这个办法 对金雕来说 也是很有用的 好吧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 就这样 我每天都会送给它一些食物 刚开始 那只金雕表现得很有骨气的样子 不肯吃我送去的东西 但几天过去了 饥饿感 开始折磨着它的自尊心了 你看 它这是饿得受不了 快 赶快准备一些食物 你现在就去用食物引诱它 我想它现在已经 抵抗不了食物的诱惑了 嗯 好的 我这就去 说着 小康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 园长透过监控画面 看到它用一根长棍子 挑着一块食物 来到了铁笼旁 笼子里的金雕 再一次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 小康将那块食物 用木棍挑进笼子里 并在金雕面前晃来晃去 小金雕 你看 多香的食物啊 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 怎么样 尝一口吧 小金雕的眼睛开始随着那块食物看着 它终于忍不住一口叼走了那块食物 太棒了 它终于开始吃东西了 我就说嘛 食物是驯服它最有效的办法 有了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 渐渐的小金雕习惯了人工喂食 两个月后 它不仅不再对人感到害怕 而且 还对天天来给它喂食的我 有了亲近感 你们看 它已经完全被驯化了 即便看到人也不会惊慌了 是的 园长 展览金雕的笼子 我们已经收拾好了 我想它会喜欢的 嗯 你们准备一下 后天就开始正式展览金雕 就这样 金雕 被移到了展区 用铁丝网编织成的巨大鸟笼里 当它看到头顶的蓝天白云后 显得异常兴奋 立刻展翅飞了起来 它想飞向蓝天 但却拍动翅膀也飞不出去 园长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 金雕一旦看到蓝天 就会出于本能的想要飞上高空 但它会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 都没办法飞出这个笼子 果然 那金雕再次飞到空中铁丝网那里 它倒旋着身体 用爪子抓着铁丝 用嘴咬着铁丝 你们快看啊 它这是想要开笼子 喂 金雕 不要白费力气了 你是打不开这个笼子的 由它去吧 几乎所有野生猛禽 第一次被放进龙舍 都要这样瞎折腾一阵子 毕竟 生命总是渴望自由的 当发现所有的努力 都是徒劳的之后 便会向命运妥协的 嗯 然而 这只金雕在尝试多次冲破牢笼失败后 并没有选择与命运妥协 它似乎决定要同命运抗争到底 看来 它还是没有放弃呀 是的 它每天除了吃饭休息 那就是撞击笼子 它似乎准备和这个笼子来个持久战 这样也好 至少不会像上次那只金雕那样活活饿死 三人看着笼子里有些累的金雕 它停留在了木笼上收理着羽毛 这时候 两只小麻雀叽叽喳喳叫着 飞到了铁笼上方 金雕听到麻雀的叫声后 抬头看了一眼 那两只麻雀停在了笼子底 然后继续不停地叫着 太吵了 你们给我闭嘴 这两只小麻雀胆子可真大啊 面对金雕竟然一点都不害怕 可不是嘛 要是在野外 金雕这么一叫 所有的鸟类都会吓得魂飞魄散快速飞走的 可是这里是动物园啊 我们这里的麻雀早就习惯了这些猛情的叫声了 即便是金雕的叫声也吓不到它们 吵死了 你们俩听到没有 赶快给我走开 哼 被关在笼子里脾气还这么大 就是嘛 一只笼中鸟还真狂妄 不要理它 小小的麻雀不知天高地厚 看来我不教训你们一下是不行的 那两只麻雀 根本就没把笼子里的金雕放在眼里 它们鄙视了金雕一眼 然后一蹶屁股 竟往笼子里拉了屎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气 唯我独尊的金雕 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 可恶的麻雀 我要把你们撕碎 别开玩笑了 你能抓到我们吗 天啊 那两只小麻雀好像在挑衅金雕啊 你们看 金雕愤怒了 不好 它完全被激怒了 怎么样 笨金雕 你抓得到我们吗 赶快擦干净你头上的大便吧 你追不到我们的 可恶的麻雀 金雕挥动翅膀再次直冲龙顶 结果再次重重地撞在铁丝网上 金雕跌落下来 它的头被撞出了血 脖子也扭伤了 空中的那两只麻雀朝着远处飞走 金雕看着它们飞走 发出一声不甘的吼叫 这只金雕的自尊心已经完全崩溃了 如果再养下去的话 也会死掉的 从那天起 那只金雕便开始绝食 看着它一天天的虚弱 园长终于妥协了 决定将这只金雕放生 走吧 金雕 回到属于你自己的天地吧 金雕瞧了小康一眼 接着抬头看了一眼蓝天白云 兴奋地梳理一下羽毛 便展翅飞上空中 小康看着它越飞越高 高空中的金雕 发出一声高兴的叫声 那只金雕不是已经习惯被囚禁的生活了吗 怎么会又突然变成这样啊 金雕被囚禁后 为了生存 它或许会降低自己的身份 低下高贵的头 去做自己过去不愿意做的事 但那两只麻雀的出现 却让它麻木的灵魂被深深震撼了 小小的麻雀 竟然都可以如此戏弄它 金雕高傲的个性 使它无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在麻雀面前忍辱偷生 还不如死掉 嗯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不管任何一种动物 都是需要有尊严 生活下去的 明显 凡尾 二十一 二十一 分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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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生命解释台 人生加油站 接下来请收看 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大宝法王慈悲